22号是我们的青年会 我自己非常的盼望 而且也深信 从今天这里会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爱情的开头 但是我们的题目仍然叫做爱情的尽头 那么为什么要叫做爱情的尽头 大家可能听过一句很俗的话 什么是爱情的本目呢 很多人都知道 对吧 说婚姻是爱情的本目 所以说婚姻就是爱情的尽头 那么这句话对还是不对呢 我们说也可以说对 也可以说不对 怎么这么讲 我们今天要从圣经当中来看三位弟兄姊妹 是如何在这种爱和不爱的纠缠当中 度过了他们的一生 爱情的尽头究竟在哪里 我们来一起读经 抗世纪的二十九章十五到三十节 我们这样弟兄读单数节来 姊妹读双数节 好吧 从十五节开始 从十五节开始 弟兄先开始 拉班给亚哥 你是我的母肉 其客白白的不是我 请告诉我 你要是为美根调 拉班有两个女儿 大女叫丽雅 小的叫丫威 丽雅的眼睛没有气 拉姐却生得美貌俊秀 亚哥爱拉姐就说 我愿为你祥女儿拉姐服侍你七年 拉班说 我把她给你生死给别人 你我同住了 亚哥就为拉姐服侍了七年 他因为深爱拉姐 就看着七年如同几天 亚哥对拉班说 日期已经满了 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 我和她同房 拉班就摆设练习 请起了那地方的众人 到晚上 拉班将女儿弟亚送给亚哥 亚哥就与她同房 拉班又将丽雅 给女儿弟亚和侍女 到了早晨 亚哥一看是丽雅 就对拉班说 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 我服侍你 不是为了大姐吗 你为什么欺负我呢 亚哥说 当女儿还没有给人 先把小女儿给人 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 你为这个满了七日 我就把那个也给你 你再给她服侍我七年 亚哥就不自行 满了丽雅的昔日 拉班天将女儿拉姐给亚哥为妻 拉班又将命运匹拉给女儿拉姐做侍女 亚哥也与拉姐同房 并且爱拉姐盛世爱丽雅 于是就服侍了拉班七年 好 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在这里边都已经出现了 亚哥 丽雅和拉姐 我所说的这三个人 大家已经知道是谁 我们可以来看 雅各 出现在这个拉班家的雅各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你可以想一想 他是从父家逃出来的 对吧 为什么要逃 是因为他的哥哥要追杀他 哥哥为什么要追杀他 是因为雅各骗取了他父亲想给他哥哥的祝福 对吧 他在黑暗当中 当然天没有黑 是他父亲的眼睛黑暗 是吧 然后呢 他父亲还说呢 这个为什么摸上去是一扫 听起来却是雅各 他漠不作声 骗取了祝福 然而你往更早的说 你知道神本来就是要把祝福给晓得的 对吧 将来大得要服侍晓得 然而雅各却 迫不及待的用这种计谋 或者说其实就是骗术 对吧 获得了本来属于他的东西 因此他现在仓皇的跑了出来 他现在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 充满了挫败感 很绝望的一个孤独的男人 首先一个男人在家里边 对他父亲是有期望的 父亲对他的承认是很重要的 可是父亲很明显是更喜欢哥哥 对吧 不怎么喜欢他 所以从父亲这里的这个价值感的获得 他已经缺失了 兄弟亲情这一块呢 哥哥现在要杀了 对吧 可能唯一爱他的是他的妈妈 可是他现在也被迫离开家 跟妈妈分离了 所以他现在成为这么孤独的一个人 好像一个大学生 考研失败了 没有获得社会的承认 离开家庭 自己要出来找工作了 在寝室里同学都处不好 都想追杀他 很孤独的 很郁闷的 很挫败的 走在这个社会上 到了一个他认识的地方 他的舅舅叫拉班 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人 叫做拉吉 所以你要明白 很多的爱情 它是有环境的 它是有条件的 它是在某种情况下发生的 换一种环境和条件 可能你就不会是那样的爱 现在雅各会爱拉吉 爱到一种 你可以看到很明显 是如痴如狂一般 对吧 如痴如狂一般 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他这个 说走就走的男人 终于遇到了一段 奋不顾身的爱情 因为这里面形容拉吉 是美貌俊秀 这个指的是 他的容貌和身材 都是一样的那么美 一样的那么火辣 一样的那么吸引人 一样的那么让人无法抗拒 指的是这个 而雅各 在这种人生的低谷的时候 很挫败 很失落的时候 遇到了这样的角色女子 她突然就会把自己的人生 一切价值就维系在了 我这一段爱情是否成败之上 我得到她证明我这个人的尊严 我的价值 我的能力 一切都得到了证明 我重新找回我自己 如果我得不到她 我这算是废了 我真的是没有任何价值了 这就是很多男生 在她突然进入了一段爱情当中的时候 的一种可能的一种状况 这也是雅各的状况 实际上 很明显 雅各 只是单纯的被情欲 或者说被性所吸引 很明显 不过呢 她却把这种单纯的性吸引 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和价值 这样一来呢 也就是说 在某种特定的情形下 我们很容易把爱情当成我们自己的救赎 我们不会把爱情当成我们的救赎 这种救赎观在今天更是大行起到了 人们自己都承认爱是很容易消逝的 可是今天人们却非常的高举 对爱情的追求本身 就是这个救赎的过程 我们有很多流行歌 我是七零后 很喜欢唱张学友的歌 当年 一路上有你 痛一点也愿意 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 我知道这个是不长久的 不永恒的 我注定会和你分离的 但我还是一辈子要跟你在一起 对吧 痛也愿意 到了80后就更直白了 你是电 你是光 你是唯一的神话 谁能把我拯救 爱能见血封喉 就很多这种话 他直接讲拯救了 对不对 到了90后 我们90后不多 我最近听一个90后的小女生 告诉我这么一句歌词 今晚的月光这么美 所以我们宁可错 也不要错过 这就是对爱情本身 他把爱情理解为 那一刻月光这么美 我现在这么感动 这个感觉如此之美妙 我宁可它是错的 我也不要错过 他把爱情本身来当作救手 就是这样 但是这个不是他们的新发明 不是我们的7090 80后的新发明 从古到今都是如此 连雅各 连雅各 也差不多 有一个作家 叫杜拉斯 他写过一个小说 叫做情人 可能很多人也知道 他在里面也是这样说的 他说情人本身是微不足道 就是没有情人 也不要紧 重要的是 要有这种对爱情本身的癖好 他把这个最高的价值 失去了之后 他就会把一些相对价值 抬高到那个神的位置上 对爱情本身的追求 甚至于我不是为了找情人 不是为了找爱人 是为了找这种找 这就是他的爱情救赎关 我们可以说这种狂热的 和盲目的爱情 也蒙闭了雅各的眼睛 所以呢 可以让他从正面的来看 他能把七年看为七天一般的快 但也让他会看不穿 拉班是在骗他 人家拉班答应他的时候 根本就是一个含糊的话 我把他给你不胜死 他是谁啊 对吧 人家说是拉结了吗 或者说就是拉结 人家这表示一种 意象性的东西 对吧 没有答应你 这不是一种利约 这是他骗你呢 他却以为就是 然后他服侍了这么七八年之后 发现上当了 圣经当中有很多次的证明 告诉我们 单单的由性吸引所带来的这种所谓爱情 绝不是真正的爱情 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例子 你听过张生和崔英英的故事吗 叫西香记 由这个西香记 起初也很浪漫 红娘 到今天这个职业都叫做红娘了 是吧 那么 可是这里边产生了一个词语 一个成语叫做使乱中气 也是从西香记里来的 使乱中气 什么叫乱 乱会给人带来那种浪漫的感觉 圣经也有个类似的例子 更加可怕 一个人叫暗嫩 她的妹妹叫做塔玛士 记得吗 她们本来是等于是同父异母的兄妹 就是大魏的 可是这个暗嫩就爱她这个美貌的妹妹 同父异母 本身都不说这个乱伦的问题了 她爱她爱到发狂 后来她用了一些计策 也很邪恶的办法 得到了她的妹妹 占有过她的妹妹 但是得到了之后 她都没有过第二天 她就是当天 圣经上写一句话 说那暗嫩就极其恨她 那恨她的心 比先前爱她的心更深 就是这么写的 她对塔玛冷冷的说 你起来走 当一个男的去追寻一个女生 狂热无比 就非得发誓要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当她在一起的第二秒都可能 她就立刻觉得失落和恨 因为她的目的并不在这个人本身 是在这个主的过程本身 那是她的救赎 所以你看雅各也是一样 当她满了七年 要迎娶拉杰的时候 她再也不能忍受了 她连一些起码的风俗礼貌都不遵守了 你看她跟拉班说的是什么话 对吗 正常的话 你要娶你的太太 你会怎么说 她说 把我的妻子给我 我好与她同房 她已经毫不掩饰自己的那种渴望 对吧 那种需求了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当然后来雅各并没有像暗嫩那么不堪 但你还是很难说 她跟拉杰之间的爱情有多么美好 马上我们就会看到 雅各相当来说就是不错了 他对拉杰的这种很热烈的东西 可以讲近乎持续的一声 然而这仍然不代表这个爱情是真正美好的 可能你会以为 这怎么还不是最好的 因为她的爱情没有丝毫让拉杰满足 同时却让拉杰的姐姐几乎绝望 同时她这种严重的偏心 给这个家庭埋下了隐患 造成了悲剧 她如此偏爱拉杰生的儿子 约瑟 对吗 后来几个丽亚生的孩子们 非常恨角色 是不是 当然在她这种的过犯当中 神有恩典 那是另外的话题 或许你曾经羡慕过雅各 或许有姊妹也想过 我有个雅各这样的丈夫就好了 有人告诉你 她是优秀丈夫的典范 或者我们读完这段经文 我们说 哎呀弟兄就得像雅各呀 姊妹就得像拉杰呀 如果你试图在圣经当中 寻找道德偶像 那我要告诉你错了 圣经从来不是这样的目的 也圣经从来没有试图给你塑造什么 属灵伟员和英雄 事实上在圣经里边除了耶稣以外 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每一个都是罪人 他的目的不是要你从这个人身上 学什么道德榜样的感动什么的 不是这种东西 我们从雅各身上看到的 只不过就是一个被姓所吸引的年轻的男孩子 跟我们在座的弟兄们一样 一样 所不同的或许只不过是 没有几个罪人能够像雅各一样 可以为对方负责一声 不同的就在这儿 这是雅各 然后呢 利亚 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咱们的姊妹们都有一般 信主之后会起一个主内的名字 是吧 我听了过很多种的主内名字 我这是好多一次贴 也有好几个利亚家 叫路德的也不少 是不是 也有叫玛丽亚的 但我没有听见过叫利亚 我今天是唯一的一个 郭老师的妻子的名字叫利亚 是吧 但是那人家信主之前就叫利亚 从小就叫利亚 而且他还姓蒋 所以这利亚也不是真的吗 是吧 所以我没听见过哪个姊妹 会主动的选利亚 来作为自己的名字 当然我知道国外应该有 是吧 我身边没有 我想我大概也明白 人姊妹们 为什么不要选利亚 来作为自己的名字 你所选的以色帖 路德 玛丽亚还是谁 都有个共性 都是那种单纯而美丽的女孩子 对吧 利亚呢 也单纯 但是很明显不美丽 是不是 她的这个妹妹跟她之间的这个反差太强烈了 是不是 圣经说拉结生的美貌俊秀 可是形容利亚却是一句什么 眼睛没有神器 我们不太能够知道这是具体指的是什么 是眼睛小 还是近视眼 还是说眼睛有点怎么的 不知道是吧 就是这个意思 总之是说这个人 比较含蓄的说他就是不漂亮 你知道吗 他不漂亮 不美貌 不美貌 不像那个拉结那么惊艳 更糟糕的是不美也就算了 他一生还不被爱 对吗 一生没有得到丈夫的爱 雅各一生最爱的就是他的妹妹拉结 所以你想啊 姊妹们 不漂亮 不被爱 这两点是不是有任何一点已经让人很崩溃了 如果两点都有呢 简直无内聚上中了七场拳了 关键是这两点往往就会恶性循环 当你深深的觉得你不漂亮 你会觉得你的不被爱正是由此造成 当你没有被爱所滋润的时候 你就只能更不漂亮 你更不漂亮就更加不会被爱 更不会被爱就更不漂亮 就这样的恶性循环下去了 所以呢 这种刺激怎么解开 因为眼睛无神 那会不像今天 也没有什么美瞳 十块钱一个买了 就戴上挺漂亮的眼睛 有神了 既没有美瞳也没有整容 这个时代可都有 我们这个时代说给女生听的一个最大的谎言 就是你没有被爱就是因为你不够漂亮 只要你够美就一定有人爱你 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时代 有很多类似的谎言 而说给男生听的谎言 很多人也信以为真 拿这个骗女生的就是 他如果爱你 他一定要跟你同居 那是他给你最好的一种现身 那是他爱你的表示 最高的证明 这都叫谎言 可以说现在这个时代 每一阵女生心里 都有一个隐隐约约的那种 韩国整容 圣地首尔的影子 很多女生 一看打针都那么吓哭 说在脸上动个几十刀 拢个鼻 垫个下巴啥的 非常的面无巨色 而且大无畏的那种英雄 挺厉害的 虽然眼神不好 虽然长得不好 但是丽雅还是出嫁了 不过是用骗术 因为她的父亲眼神很好 能够看出对方雅各眼神不好 用技把他塞给了一个 真是 也可以是爱疯的代言人 爱疯了那个人 雅各为拉结服侍了拉班七年 成婚的时候 她的新娘被调包了 那一天摆设沿席 估计是高兴坏了 喝也喝多了 是吧 然后晚上黑暗当中 也可能没有掀起盖头 或者就是没有点蜡烛 也许黑暗当中 迷迷糊糊的 她在呼唤 拉结啊 我多想你啊 都七年了 丽雅默不作声的 听着 对吧 就是听着而已 然后到早晨一看 幻灭了 是吧 是丽雅 这一幕真的是 很有趣的一个缩影 我们在世上 很多时候所做的事情 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 过程来概括 你一辈子劲劲的 追求了那个东西 你以为老有价值了 你以为你老爱它了 你都是黑暗中一夜的拉结 早晨睁眼一看 是丽雅 就是这样 我们的幻灭都是这么来的 雅各现在疯了 是吧 真疯了 我们不是说丽雅不好 我们只是说在这个比喻里 是吧 那么这个雅各 被骗的她 不知道这个时候 有没有想起来 当年她的父亲 在黑暗中 一遍遍地呼唤 以扫是不是你 她也跟丽雅一样 漠不作声 所以你看到 上帝的管教 是很有意思的 很多在圣经的经文当中 没有提上帝 却是你看到上帝奇特的 奇妙的 准确的 让你无法替代的工作 在那发生 简直是用类似的 一样的方式来 管你 对吧 所以可能是因为 想到这一层 可能问心有愧 可能已经受骗 可能这个人也是 比较的稳重 不是以扫那个冲动性人格 既然已经是事实 已经跟人家洞房一夜了 那我也要为你负责道理 这是雅各这个男人的好处 可以说 是好处 那么 拉班也挺会来事 你只要买了七天 我把那个也给你 如果之前那七年 对他来说 很快 度 年如日 是吧 那后来这七天 那真的是 度日中间了 是不是 因为跟自己一个 明明不爱的人 生活在一起 要等七天 才能跟自己 真的爱的人 生活在一起 可是你要注意 他在人生的 这个阶段的时候 他只有唯一的 一位合法的妻子 就是利亚 而且他俩是 第一个 是他俩先结婚的 对吧 所以这个奇特的家庭 就这么组成了 利亚现在处在了一种 很尴尬的一个境地 看起来这注定会是悲剧 对吧 那个时候 因为还没有首尔嘛 没有韩国嘛 所以他没有办法 改变自己的外貌 是不是 没办法改外貌 但是他仍然想要 赢得丈夫的爱 对吗 哪个女生甘心 说在婚姻 或者爱情当中 我就承认我不被爱 我失败了 我不行 尤其在婚姻当中 我一定要赢得 我丈夫对我的爱 赢得的办法很多种 我呵护你 呵护你 伺候你 照顾你 哄着你 惯着你 对吧 或者我拼命地做家务 我在家里 捣尸怎么怎么样 或者也有一种情况 可能我出去 努力地工作正前 女生也可能 或者是最原始的 也是最常见的一种 用孩子 对吧 丽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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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亚来讲 她 想要赢得丈夫 而圣经也很奇妙 耶和华 见丽亚 失宠 就是她 生育 这是神的一个 故意的明显的工作 而这个拉结 就不生育 所以 丽亚忽然获得了一个 她妹妹没有的优势 对吧 然后 她的信心 那个绝望的 冰冷的那一点 因为丈夫早上起来 一看 是你 七七八八地冲出去 理论去了 根本没理你 那是什么心情 对吧 然后这七天都不理你 等着欢欢喜喜地 迎娶你的妹妹 应该是一个 冰冷到极点的绝望 可是现在 她发现她能生孩子 于是她又 重燃了她的盼望 她给她几个孩子的 一个命名 就很有意思 当她生她的老大 叫刘变的时候 意思是有儿子 她的意思是 我要有了儿子 我丈夫就会爱你 我给这个家族 传宗接代 立后了 对吧 第一个发现 生了宝室 丈夫好像 怎么还是在妹妹 那边多呢 是不是 那可能是不够 再生 又生一个 她说 耶和华听见我失宠 所以又赐给我一个儿子 所以她起名叫西面 西面就是听见的意思 结果听见是听见了 也生了 丈夫还是不喜欢她 她说还是不够 再生 第三 叫立位 立位的意思是联合 意思是 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 他必与我联合了吧 他要不爱你 生三十个也不爱你 因为他并不是因为 你能不能生孩子 来选择爱白 他爱的就是美貌俊修 就这样 所以生完三个之后 丈夫仍然没有爱她 要照一般的来说法 这简直是把人逼到 绝路上去了 对吧 可是 可是 丽亚在这个 关键的人生的节点 她获得了转金 虽然在整个的过程 她的焦点一直在于 我要赢 我要赢回 她本来属于我的爱 我要赢回我的丈夫 对吧 我要生孩子 给这个家族 建立了后代的这个方式 赢回本来属于我的爱 可是她在这个过程 这个专注的 征战的过程当中 她都忘了 她为什么这么能生孩子 她都忘了 她这个优势 从何而来的 有时候我们会这样的 我们爱这个恩典 爱到过分 你都忘记了 赐恩典的是谁 你爱恩典超过爱恩主 所以她几乎是忘了 不过 几乎的意思就是 她到底还是想起来了 因为神始终没有忘记她 所以她也幻灭了 生了三个儿子 丈夫看起来 还是不常回来住 虽然偶尔也回来住 是为了生孩子 对吧 也就是她在有限的阶段 赢得了丈夫的身 却仍然没有赢得 丈夫的心 对不对 丈夫仍然爱的是 那个不能生育的魅力 很多时候在爱情当中 就是这样 你付出了你的一切努力 而且也真的取得了 很好的 就连对方都承认的 好的结果 可是她就还是不爱你 对吗 你所假设的那种赢得爱的那个公式 现在证明是错的 你这个方法被否定了 人生的转折点就在这 有人从此开始满怀苦毒 自暴自弃 有吧 也有的心灰意冷 躺倒在地 不带动弹了 我动不了了 我这么努力 仍然不过是如此 也有人立刻离婚 并且立刻闪婚再婚 报复性结婚 对吧 报复性的再婚 也有人说 开始教导她的儿女 和她甚至世上的男人 没有好东西 就这些 我能做的我都做了 可是还是失败 神啊 这回我该怎么办呢 他走到了人生的绝境 这个女人 这个不受宠的女人 这回我该怎么办 圣经上写 丽雅在生了第四个儿子之后 她给她起名 叫做犹大 她说 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 她再也不提 我丈夫跟我联合不联合 这个问题了 我丈夫爱不爱我的问题了 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 我终于想明白了 神是怎么对我的 她终于找到了 神和她的关系 她终于找到了 神爱她的那个证据 她终于明白了 我在神的眼中 是不是一个眼睛有神气的人 是不是一个被神所喜爱的人 她说 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 起名叫犹大 她醒悟了 她从她的眼泪和悲哀 从她的怨恨和苦恼 从她等了一生的失望 和她碎了一地的那个希望当中 她看到了神 她也意识到了神爱她 神一直爱她 只有神爱她 只有神能爱她 只有神真爱她 她的全过程当中 神一直都是在满怀怜悯地看着她 听着她 扶持着她 掺拉着她 宠着她 爱着她 纵然她丈夫的不爱 但是她丈夫的神却爱她 可以说在这个故事当中 唯一的得胜和成长的人 就是利亚 我们再来看拉结 姊妹们 请你真心地说 你想成为拉结吗 我说的是那个貌美如华 恩宠有加的女子 这个女人还聪明过人 对吗 她偷来的神像 一藏 谁也找不着 对吧 挺有商业头脑 能用风鞋把账簿卖了 总之 又漂亮 又性感 又聪明 最关键 又有一个很优秀的男人 如痴如狂地一生爱他 雅各很优秀 算是个成功的商人 也很会理家 家大业大 大财主 大土豪 是吧 很优秀的 而且 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 那个都生了四个儿子了 我还是这么爱你 如果不提神 你在世上 你一生何求 你还想怎样 你还想要一个男人 要如何优秀 才能配得上你 对吧 你想成为拉结吗 他聪明 他美貌 他有爱 但是我要问你 他幸福吗 他的人生幸福吗 他一点都不幸福 婚后 姐姐一直有生育计划 她却一直被计划生育 生不出来 经上写着 他因此产生了一个 美貌女子 却常常才会有的一个东西 叫嫉妒 但是他嫉妒的不是美貌 他对丈夫说 这句话 你给我孩子 不然我就死了 他说这么一句话 他对丈夫说的 你给我孩子 不然我就死了 雅各这么爱他 雅各都生气了 雅各说 叫你不生育的是神 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 对吧 不懂事了呢 生来生去 是人能做主的吗 生不生的 那更不是人能做主的 对吗 从小就是天之娇女的拉结 受不了 在任何地方不如人 这是你身边都会有的那种 白富美 什么那种人 是吧 真是他任何方面都是优秀的 他不容忍自己 不如人 尤其不能容忍 不如他姐姐 他姐姐生来 就是为了给他做陪衬的 对吧 现在居然有个地方 这么远远的胜过他了 这受不了这个 这太痛苦了 强烈的嫉妒心 让他昏了头了 他不仅指责丈夫 他还出了一个昏招 这昏招是 跟他的这个人怎么称呼呢 萨拉是他什么人 是吧 太婆婆了 学的 他把他的婢女 给丈夫做妾 然后说 他生的孩子算是我的 是吧 这个家庭关系 真的已经够混乱了 他给他乱上家路 对吧 已经混沌了 又加上空虚 是吧 所以他把这个家庭 变得真的是混乱不堪 而且 这婢女生了孩子了 他给这个孩子起名 一个叫旦 一个叫拿夫塔利 你看看人家利亚起的名字 那个进程 是吧 他起这俩孩子的名字 是啥意思 但和拿夫塔利的意思是 神给我申了冤 我与姐姐大大相争 并且得胜 你看他想什么呢 到底是 神给我申了冤 你冤枉了 他以为他就成了 以色列的甄嬛了 后宫之战 我赢了 是吧 后来更奇葩 你看到那个地方 用蜂茄 是吧 为这个蜂茄 我丈夫今天归你 出租还是能叫卖了 是吧 给他姐姐 当然他的意思是 他相信那个蜂茄 是有助于他怀孕的 一种草药 也就是他现在仍然相信 我只要能生育 我就会彻底完胜我姐姐了 我不就这儿不如你吗 对吗 其他方面就是比你强 就这儿不如你 所以我只要把这个优势拿回来 我就会完胜 你请想想 把他丈夫用风茄 交换走的时候的这个拉结 还爱他的丈夫吗 还尊重他的丈夫吗 爱情是 你想卖 说卖 你就卖吗 他关心的 岂不已经全部是自己的 骄傲和尊严了吗 所以你说这样的婚姻是你想要的吗 你打算成为这样的 拉结这样的妻子吗 可以想一想 所以我们知道 大家都知道 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 对吧 我们知道婚姻都是神所配合的 你包括两个不幸的人结婚也是神所配合的 对吧 人不能分开 那么你有没有这样的祈祷过 说求神你亲自来配合我的婚姻 我猜你有 我希望你也有 不过我要问问大家 神配合的婚姻 你真的能接受吗 在雅各的这个例子当中 我们看到了三种婚姻 广义上来说 这三种都是神配合的婚姻 但是再具体点说 我们可以称之为 是神祝福的婚姻 和神许可的婚姻 以及神所任凭的婚姻 你懂这个题 对吧 哪个是神任凭的婚姻呢 比较明显 婢女们和雅各的这个结合 那就是任凭 你愿意结你就结 你早你举外方人 神也没说拦着你 对吧 那么在雅各和 丽雅和雅各和拉结 这两段婚姻中 哪一段又是神配合的呢 哪一个是神祝福的 哪一个是神许可的 从人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答案挺明显的 雅各一直爱的是谁 拉结 如果以前都不生孩子都爱 那后来生孩子了 生了约瑟 对吧 那更是爱的是没有保留了 对吗 无可挑剔了 这不也生孩子了吗 而且很优秀的孩子 约瑟 最爱的就是他 而且有多爱呢 这个经文你可以看你的圣经 33章 咱们那个讲章上也有了 33章的123节 这个情景是雅各终于回乡 见他哥哥已走了 你想当年是准备杀他的 已走 我现在回去见你 万一哥哥的怒气并没有消失 他仍然会想杀你的 对吗 可是你免不了了 你总是要去丑媳妇见公婆 丑弟弟要见哥哥的是吧 你总要去见他的 可是你见他你怎么办 万一他真的是上来 二八五说就杀呢 于是他把他的家人排了一个队列 按照方便逃跑的程度 排了一个队列 他举目观看见一嫂来了 后头跟着400人 带着武警来了是吧 他把孩子们分开交给丽雅拉杰和两个使女 并且 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打前战 丽雅和孩子在后头 拉杰和约瑟在近后头 当然了 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 一连七次浮浮在地 靠近他哥哥 太明显了 这需要解释吗 意思就是几个妻妾 他心目中这个地位不了然的写出来了 不算他自己啊 首先可以牺牲的是婢女和他们的儿子 其次可以死的是丽雅和他的儿子 不能死的 放在最后 方便跑的 是我最爱的拉杰和约瑟 对吧 当然他自己也没打得火 他先冲上去 是吧 要死是他先死 可是这个时候的拉杰和丽雅 都是啥心情呢 你再考虑到最后 你想呢 整个创世纪的后边的三分之一的篇幅 都在写谁啊 约瑟 约瑟可以讲毫无争议的 救了以色列全家 是吧 那个贡献太大了 是吗 而且从他这一支派 后来出了俩支派 对吗 整个以色列这个王国就他家 那这么来看 我们很有理由说 神配合的就是雅各和拉杰呀 爱情婚姻嘛 婚姻没有爱情的能叫婚姻吗 婚姻没有一个敬钱的后裔 能叫婚姻吗 属灵的婚姻吗 约瑟够不够敬钱 够吧 他俩够相爱不 够吧 丈夫够珍重他吧 够吧 丈夫爱妻子对吗 为妻子舍命 雅各是不是在为他舍命 是吧 拉杰是不是尊重丈夫 可能除了封钱那次以外 应该还挺尊重的吧 也就是你从任何角度来看 这是完美的呀 神配合这婚姻 对吧 然而不是 不是 人的不义是不能改变神的义 神在设立婚姻的时候 请你仔细想 他说人要离开父母 三人成为一体吗 五个人成为一体吗 二人成为一体 对吧 合法的婚姻和夫妻 只能是一夫一妻 你纵然人是违背了神的 戒命有三妻四妻 但是在神眼中 你合法的妻子 只有一个 一个人只有两种状态 或者是没有配偶 或者是有唯一的一位 这是神的心意 对吧 我们看看拉杰的结局 为什么说这句话 为什么说这句话 讲章上有三十五章的十八节 拉杰接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 就给他儿子起名叫辩额尼 他父亲就给他起名叫辩雅尼 拉杰死了 葬在伊法他的路旁 伊法他就是伯利亨 辩额尼是什么意思的 你去查考原文发现 是悲伤之己的意思 拉杰现在在这样的痛苦当中 他难产了 是吧 在这样的剧烈的痛苦当中 他给他的这个孩子起名叫悲伤 悲伤之子 当然雅各没有同意 改过来了 但是这个很能够说明 他自己这个时候的心情吧 人在临终之前的心情 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也挺让人遗憾的 对吗 一个信徒 一个神家的子民 不过你现在在回想他 当年在他嫉妒的发狂的时候 对他丈夫所说的那个话 他说你给我孩子怎么 不然我就死了 对吗 丈夫说的很清楚了 叫你不生育的是谁 是神 我能代替他做主吗 因此你就知道了 以前我们在阳光我讲过 当人他事实上是在抱怨和指责神的时候 他往往不敢嘛 对吧 所以他只会选择抱怨他身边的这个人 因此你抱怨人就是在抱怨神 你之所以没有抱怨神 是因为你不敢 你在抱怨你的领导 你的家人 你的同事 你的同工 你的牧者的时候 你往往就是在抱怨神 拉杰在这里说句话 你给我孩子 不然我就死了 这个你恐怕并不是雅各 是上帝 因此基督徒的话 是不可以随便出口的 它是有效果的 你现在想 他所求的 是不是还是到底成就 虽然不一定是以你以为的方式 他最终就是死在了生孩子的身上 或许在神本来的计划当中 他是不是适合生孩子的 他姐姐可能适合 对吧 你就不生孩子 你这一生难道没有 没有什么价值吗 不是吧 对吧 神爱你啊 他直到死都有丈夫的爱 可是他临死的时候 却充满了悲伤 所以他起名叫悲伤之子 因此最终 你想想这个 美貌 聪明 有爱的这个女子 确实在嫉妒和疯狂 我说的疯狂是指的是风起的那事 和悲伤中 走完了她的人生 她被葬在了伯利恒 而不是雅各家的祖坟里面 对吧 反过来看丽亚 刚才我们说了 她是这段婚姻中 唯一得到成长的人 其实他在生了那个第四个儿子 犹大 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之后 他又生儿子了 是用风起来换来的机会吗 是吧 他又生儿子了 这两个儿子 名字也很有意思 当他说我要赞美耶和华 圣经其实在创世纪里 你要看原文 很多其他地方称耶和华 称神的时候叫以罗辛 指的是那个全能神 指的是那个创造神的那个地位 而这个地位是在当时的中东 是个普遍共识 甚至于不是以色列人 他们也知道以罗辛这个名字 然而 只有耶和华这个名字 是指的是那位救赎的神 跟你个人有关系的神 是那位跟你立约的神 这一个特殊的 救赎的知识 是只有以色列家 就是亚伯拉罕家掌握的 只有他们知道神的这个名字 那丽亚从哪知道 这可能是从雅各听来的 是吧 所以你想这两个人 你想他们有限的相处的过程当中 你都很难想他会唠什么 他俩 共同话题 起初就根本没有可唠的 对吗 后来一学唠唠 这个老大怎么样了 小游大挺可爱的 唠唠孩子 孩子是不是该上学了 上幼儿园吗 你去送吗 可能就唠这事吧 除了这个事呢 因为没有共同话题 也不可能说 我的良人 我的家你好美貌 没有美貌 我不爱你 对吧 可能那我唠神吧 我给你讲讲我爷爷的事吧 我家原来是哪的 我家是无耳的 对吧 我爷爷怎么出来的 然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神是怎么样的 神我知道神 我们也有神 他不是 我们家的神 我们称之为是叫什么什么 他跟我没有特别的关系 等等是吧 他这等于是一种 那个时代传福音 对不对 李亚毫无保留的就接受了 不仅接受 而且他向他祷告 向他祈求 而且获得了这位耶和华神 跟他直接的关系建立 给他恩典 对吗 所以他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 当他用风鲜 换回来机会 又生两个儿子之后 他又提到 又给他来的起名字 一个叫以撒加 我很喜欢这个词 甚至我在网上 我给我自己起的主力的名字 叫以撒加 以撒加的意思是 神给了我价值 这句话太重要了 我就刚才 我们要开始讲到前 我还听到 一个弟兄给我打电话 非常的痛苦 他在这个 跟人家和一个学者 合作做研究 说好的一起合作 写论文发东西 是吧 做研究 做完之后 那个人给他回了一封 特别刻薄的信 说你做的一些东西 都是错的 你根本在我的这个 项目里边毫无贡献 你没有价值 你知道吗 这个挺伤人的 你应该明白 对吧 但是除非你明白以撒的意思 你在这种过程当中 你永远会受这种失败 的煎熬 李亚不再相争了 不再跟妹妹比 这个生孩子也好 是赢得丈夫的爱也好 是怎么怎么的了 他说神给了我价值 多么重要的一句话 他既不美貌 又不被爱 用世人的标准来看 你都活着都多余的 是不是 但是他说神给了我价值 这是多么可贵的信心 第六个 叫西部伦 西部伦的意思是 我丈夫必与我同住 必与我同住的意思是 我丈夫将要必与我同住 这个意思 不是现在必与我同住 显然没有 对吧 你看 他这六个儿子的名字 就是他个人的信仰的见证 和他的天路历程 是吧 耶和华听见我的苦情 我有了儿子 丈夫必爱我 所以老大就起面叫做吕变 耶和华听见我失宠 又赐给我儿子 这是老二叫西勉 神 我给丈夫生了第三个儿子 他必与我联合联合地位 这回我要赞美 耶和华 叫尤大 神给了我价值 以撒加 最后说 我丈夫必与我同住 他一步一步地 从充满盼望 变成了彻底绝望 又从彻底绝望 变成了充满真正的盼望 他终于知道了 即便丈夫不爱他 那位名叫耶和华的神 却一直挂念他 看顾他 厚赐他 给他价值 原来神一直都在爱他 他终于学会了 只从神这儿 得到他一切的救赎 可能有人觉得 他这个老六的名字 不是暗示他 又回到了那个争夺里边吗 我丈夫必与我同住 他还关心这事吗 不是这样 这句话已经成为一个预言了 他已经很清楚的价值 不在于丈夫 合不和他同住 所以他说 我丈夫和我同住 指的就不是这事 你往后看 你就会知道 你可以看到 创世纪的49章31节 这是雅各在临终前 吩咐约瑟和他的儿子们的时候 说的话 交代后世嘛 遗嘱对吧 他说 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 萨拉 就是他家的祖坟那个地 又在那里葬了以萨和他妻子 利百家 就是他的父母 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 这句话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他最爱的是谁 拉杰 拉杰埋在哪 伯利恒 伯利恒 他怎么不把他最爱的人 跟他埋在祖坟里呢 他俩合照 当然你只能跟一个人合照 你不跟他俩媳婦 埋在一个坟里 是吧 那为什么不跟他爱的人 合葬在一起呢 雅各出于什么考虑 他我也把利亚葬在那里 那个意思就是说 将来我死了 把我跟利亚合葬 对吧 因为归到我列祖那里 就是这个意思 对吗 也就是知道到了这个时候 雅各已经完全承认 只有利亚是神给他配合的 合法的真正的妻子 和他的那个婚姻 你看到没有 这个男人这样来看问题的 这就是利亚所说的 我丈夫必与我同居 严格说起来 当然天上没有婚姻 对不对 天堂里没有婚姻 是吗 所以我们很难说 在世上我有一个配偶 两个配偶 没有配偶 还是什么 天上都没有配偶 是吧 那么也不嫁 也不娶 所以你在人世间的婚姻 你所谓要从中学习的 只可能是更加认识神 婚姻本身是一个手段 而不是终极目的 它也不可能是终极目的 因此当利亚说 我丈夫必与我同住 她指的是这件事情 在这件事情当中 她终于更加认识 神配合 而且神祝福的婚姻 就是雅各和利亚的婚姻 你想要神所配合的婚姻吗 我现在再问 你想一想 神配合的婚姻 就是雅各和利亚呀 你想要这样的婚姻吗 神配合的婚姻 原来就是受苦的婚姻 你这个受苦 或在婚前 或在婚后 或者更普遍的是 婚前和婚后 雅各和利亚的这段婚姻 只从他俩的角度来说 婚前都受了苦 对吧 服饰了多少年 利亚被人轻看了多少年 利亚这个女孩子 挺悲剧的 挺悲哀的 从小长大被妹妹比着 不漂亮 嫁不出去 如果不用计的话 敢跟随出不去 是吧 父亲也嫌弃他 麻烦的一个事情 累赘包袱 出不了手 对吗 想办法弄出去 你说父亲能喜欢他吗 能看中他吗 你是这样的一个人 甩出去了 丈夫不爱你 显然不爱你 没法爱你 其初被骗了 我怎么能爱你呢 我的尊元都被你伤了 对吧 虽然很能生孩子 但是 这个事可能只会让他更绝望 而不是更有盼望 对吧 因此他最后可能人生当中 全部的慰藉和他的爱 来自于上帝给他的爱 人轮之间的 很可能只有儿子们给他的爱 对吧 可能只有这样 以及晚年的雅各 圣经没有描写 我们不知道他临死前 又在说什么 做什么 雅各又如何说 我也把利亚当在那里 这里边又包含了 怎样一个故事 我不清楚 但我想 那应该已经是一种 越近千华之后 回归到真实 承认这是我的妻子 那种 就是最终 我相信雅各 最终也爱了利亚 虽然不一定是像爱拉姐那样的 狂热的爱 但可能也是一种平淡的 质朴的 真诚的和决定的爱 对吧 这就是神配合的婚姻 我们受一切的苦 都是要让我们更加认识神 正因为爱情如此动人 婚姻如此美好 所以古往今来 爱情和婚姻也是最容易成为偶像的事物之一 如果你把神所创造的美好的婚姻当作了神本身 那这个人的愁苦就必加责 神很乐意用婚姻作为塑造人的手段 好叫人真的认识他 因此虽然利亚的婚姻是从骗局开始的 虽然近乎于一生失宠 虽然这个母凭子贵 母凭子爱幻想完全幻灭掉了 是吧 但是 这个不漂亮的女人 她终于认识了独一真实 并且从中找回了我作为一个女人 作为一个妻子 作为一个母亲的价值 因为她是个信徒 并且最终她作为丈夫 唯一合法的承受应许的妻子 跟丈夫合葬在了应许之地 对吧 而拉杰却没有学会 为她自己所拥有的美貌聪明 尤其是丈夫的爱来感恩 她充满嫉妒 苦毒 怨恨 悲伤 最后带着无尽的遗憾 离开了人世 而雅各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 应该更是百感交集 上帝给她很大的祝福 在她没有生之前 上帝就应许给她祝福 可她却用骗术来取 以至于后来也被舅舅骗 丽亚这个事上 十次篡给她公价的事上都骗她 也被她后来儿子们骗 儿子们说这是不是你儿子的血衣 死了 白白的受了十几年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 当然后来知道儿胎活着那个惊喜 但我想你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喜欢要那个惊喜 这个是上帝给她的管教 这种悲骗 虽然这个管教当中仍然有极大的祝福和恩典 这个受了一生苦的雅各 终于从一个 他真的很伤人那个气质 是吧 会抓住一切的机会 他的名字就叫做抓嘛 是不是 不断的抓呀抓呀这个雅各 他从一个很标准的冷酷的功利主义者 他面对爱情 他不惜一切疯狂的付出任何代价抓住他 他面对他哥哥的脚跟和他哥哥的祝福 都是抓住是吧 他面对那个羊 他想办法把他抓住 对不对 他跟上帝摔跤 他都把上帝抓住 不让走 是不是 这样的一个人 终于在他受了那么多的苦 缺了一条腿 而且是吧 谦卑下来了 他改个名字叫以色列 神的王子 受过苦的男人 才是好男人 火炼过的金子 才是真金 从雅各的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 你所爱的 未必是神要你爱的 并且 你所爱的这位 不可能只是从你的爱里就得到满足 神的爱会释放他 你的爱可能压垮他 如果不是因为这么优秀的丈夫 如此疯狂的持续的爱他 也许拉结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 我必须在生育的事上 也让我丈夫高兴 也能够证明我的价值等等 你的爱在某种程度上压垮了他 他承受不起对吗 他总想是回报你还是什么的 你所爱的这个 他如果不爱神 他就会度过悲似的一生 无论你多么爱他 而你所不爱的 却可能就是神给你配合的 可能你会觉得这句话耸人听闻 但是我要告诉你 有许多的婚姻就是这样 你认为你不爱的那个 就是神给你配合的那个 因为你所说的只是我现在感觉 我不爱他 你只是在说这句话而已 第一 你不知道爱是什么 第二 你不知道以后是什么 对吧 即便你不爱他 可是神爱他 因此他会从神的爱中来学会爱你 并且会成为你的帮助和祝福 成为那个跟你一起承受永生的另一半 而从拉结的身上 我们看到 美貌 聪明 恩宠 不会自动带给你满足和幸福 如果你不能在神里面找到满足 你也更不可能在人里面找到满足 如果你不知道神爱你 因此你愿意爱神的话 那么你无论遇到一位多么爱你的人 比如养个链的 你也不会幸福 如果你还没有学会从神的眼中看自己 那么无论你有多少优点 你还是会找到足够的嫉妒别人的理由 你都这么优秀了 你会嫉妒人家比你生育的能力强 对吧 如果你跟神的关系不正确 那你和人的关系 无论多么正确也不正确 你说做好事好不好 行善好不好 施舍给穷人好不好 好吧 这钱人偷来 根子就不正 你做什么都不对 什么都不对 你跟错了 你跟神的关系就不正确 你光把人间的维护得很好 又有什么意义在 顶多是幻灭 顶多无意义 绝不可能有意义 多数还是犯罪的 还是坏的 是吧 如果你跟神的关系不正确 不单纯 那么对别人来说 很可能叫做祝福的东西 却可能成为你的咒诅 比如说生 比如说生孩子 可能是 对人家是好事 对你就是坏事 爱对别人 对任何人女孩来说 都是好事 但你这成了坏事 丈夫给你的爱 把你爱到是这个样子 爱到你充满了那种 不确定感 你越来越渴望的 证明这个爱 他总要不断的 要借着不同的事情 要证明丈夫的爱是值得的 他就应该如此爱我 我就是这么有价值 对吧 你这种证明的这种渴望 越来越多的将你 陷入吸毒一般的陷阱 而从丽亚的身上 我们看到 重要的并不是你的眼神 是神眼中的你 是你眼中的神 神爱你是因为你美貌 不是因为你 人爱你 也不是因为你生养众多 也不是因为你活的寿命长 神爱你 就是因为你是你 是神创造的你 是能够赞美神的你 是明白神才能给你价值的你 当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 你所需要的神就会加给你 当你选择和你的神同住的时候 你最后就会跟你的丈夫同住 所以让我们在爱情的尽头来寻找婚姻 在婚姻的尽头来寻找上帝 如果你在神那里收获了你天上的爱情和婚姻之后 你才可能在人间明白和收获你的爱情和婚姻 如果你为了爱情而苦恼 你要记得 如果你只是为了寻求爱情而寻求爱情 那么你既找不到爱情 你也没有上帝 而如果你是去单单寻求上帝 那么你一定遇得见上帝 并且遇得见爱情 你不要以为两情相悦 就一定是神所祝福的婚姻 你也不要认为 没有爱情就一定不是神配合的 因为爱情不一定是你见他的那一面产生的 一见钟情 如果你总钟怎么办 一见钟情 后来他一见 你就恨他了 一见又恨情了 又怎么办 我现在爱他发狂 我后来恨他的心比起初爱他更甚 你怎么办 你那么相信你的感觉 你相信的是那点激素分泌吗 我们说的不客气 你相信的是神学还是化学呢 还是神化学呢 还是爱情神化呢 对吧 所以我再次重复的就是 我说的这个爱情 当然不是神眼中真正的爱情 而是很多时候你以为的爱情 你应该反过来说 那是要情爱 那不叫爱情 你说的是那种强烈的吸引 窈窕淑女君子好求 你怎么不说 这样的淑女君子好求呢 是不是 你看那是一种吸引 你很明确你在说什么 对吧 那是正常的 我不是说那个不对 而是说你认为那就是爱情 那你真是看错了圣经 圣经里的爱情一定是神所配合 中间以约定来维持的 或生或死或贫 或负 或疾病或健康 我们都不离不弃的 那才叫爱情 那才可能叫爱情 那才配叫爱情 其他的东西 如果是由性出发的东西 那你是在以东莞的名义 亵渎爱情 那不是以上帝的名义 叫尊重爱情 所以没有爱情 那也不一定就不是神配合的婚姻 因为这个爱情会慢慢滋长 慢慢生长发扬 慢慢开发结果 所以爱情和婚姻 如果不能让你们更认识神 那你就可以确定 那是神的认识 而让你们能够更加认识神的婚姻 无论在其中 你自己的感觉是如何的 他都是被神所配合 被神所祝福 因此永远不会分开的婚姻 我愿助未能得到的是这样的婚姻 这是我们今天的信息 主啊 我们很多人在你面前祈求 我神啊 求你亲自配合我的婚姻 主啊 我们却在你配合的那一位出现的时候 却说 我不喜欢 主啊 我的感觉不好 主啊 不可能是他 主啊 我们求你让我们心 把我们自己的主权弯弯交给你 让我们真的把主当作主来敬拜 主啊 我们不是你的主 你是我们的主 主啊 我们在一切的事上都顺服你 这一切当然包括我们的爱情和婚姻 主啊 我们求你不要再被我们心中那多变的 意识的 不纯粹的 不知从何而来的感觉 所诱惑 所牵引 所欺骗 主啊 我们今天对他有感觉 我们明天同样可能没感觉 主啊 我们对他一直有感觉 我们同样可能对别人有感觉 主啊 这不是你要的爱情 这不是你所设立的婚姻 你所设立的婚姻是在你的约定之下的婚姻 你所设立的婚姻是靠你的爱来维系的婚姻 不是我们的爱 主啊 论我们自己我们实在没有爱 主啊 认识你才是唯一的至宝 主啊 我们都有了你的爱 我们才会拥有一切 主啊 有了你的爱 我们就已经有了一切 主啊 有了你的爱 我们也已经不再需要试上其他的一切 主 我们求你让我们的众弟兄姊妹 让我们对婚姻 对爱情的盼望 将它放在神你之下 放在神你里边 主啊 让我们自己在你面前完全的破碎 好让我们才能够重新的完整 主啊 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有一首回应的诗歌 你是我神 有会唱的我们可以大声唱 我们一起来唱 BGM